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不要說分你倒一顆的下來 我們都沒分 我意外 以前我也是沒分 我們英國來的電腦要替他疼熱 要對人比較好 這裡 要告訴大家 比較認真 要求有兩年 無關就要談 因為學問 這裡有漏洋 阿公阿嬤的故事也讓協會的成員感同身受 他們認為這些長輩才是真正公園的寶 公園的樹生長不容易 因為面臨了許多人為的破壞威脅 來看看一群台南社區大學的樹公民老師 如何賦予台南公園內的羊蹄甲 1917年開園的台南公園佔第15甲 日治時期兼具熱帶實驗靈功能 在園內只有許多樹種 沿著公園路一側 有片羊蹄甲林 每年3到5月羊蹄甲花盛開時 蔓延的粉紅總是吸引著許多人前來觀賞 整片的都是羊蹄甲 然後它的花期到的時候其實是 算是一個台南市的象徵 就是每年的2月份到3月份左右的時候 它開花期的時候都是粉紅色的 這塊漆地大概是第5年 一開始就是老樹一直在死亡 我們進來之後就是先 有幾塊地是整地的 然後整完地之後才開始從10深秒 我們再把它挖起來 然後種在我們想要的位置這樣子 一開始整完地之後 其實它整個土壤都是乾的 然後它也沒有樹 你只要澆任何水 大概半天就被陽光給取走了 就會被陽光給收回來 所以你就只能用這種葉子的方式 盡量去保持 在承受大量遊客的踩踏下 造成公園的土壤硬化 對羊蹄甲樹的存活與生態產生影響 也因此台南社大2013年發起 樹公民土壤改造活動 從翻土打水洞來增加土壤透氣度 落葉堆積與野草共存 來吸引蚊蟲回來 漆地富裕幼苗原地培植 為羊蹄甲林製造更友善的生長環境 台南公園的羊蹄甲林是市民共同的記憶 改善硬化的土質 來為植物提供更良好的生長空間 是所有的公園都必須面臨的課題 mówią多少 接觸提供 演唱人